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彭晴 可男 全女班 到星期二又是我們 是呀 哈囉 全女班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這幾排 這幾排進入最後階段 但膝蓋就不太好 是呀 我聽你的聲音 太重了 所以懷孕是一個很辛苦 身體受很多不同的壓力 是呀 真的要強迫腳的肌肉 大腿小腿要支援肌肉 還有因為之前膝蓋的傷 真的差很遠 是呀 而且畢竟已經第三胎 很老實 真的 是不容易 真的 給點掌聲鼓勵 我只知道 上課上到這個盆底肌 女性每順產一個 盆底肌會下降2.5cm 我已經生了兩個 下降5cm 會出現什麼情況 7.5cm 一直這樣下降會怎樣 盆底肌 很鬆 很容易會失禁 所以 晴晴晴 你給大家聽 你三個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更加容易 其實我們生一個 同樣都很容易有這個狀況 後生一個真的回復得好很多 但是你總之做一些很厲害的跳躍動作 或者你直腰 那些很明顯就會有 我试过有一次做运动的时候 做一个跳跃动作是怎样呢 跳起来 这样的脚是屈曲着 好像整个人卷在胸中 才不过做几下 你就发觉 咦 为什么会漏的 好像 可能是因为 生生完之后 自己以为 我已经做了很多盘底肌 刚才你说的那些 exercise 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但其实原来不是 所以人子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时候还没跟你那么熟 不然真的请教你 现在也要开始练 我发觉是很重要的 任何时 特别是随着年纪增长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老人家 你听到老人家要用指尿片 真的不好笑 因为真的到你年纪大 这件事是会增加你这个需要 指尿片可能更加严重 可能行动不变 或者去厕所很麻烦 之类之类就要穿 现在有些女性的护展 有些特意被漏了 特长一点 特厚一点 特长一点去用 总之就是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现象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产品 没错 但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明白 这些事尽量都可以做多些事 希望能够减少这些发生 遇到这些状况 想轻松一点 那就吃粒朱古力 太坦自己欢喜 最喜欢朱古力了 你也是 我很喜欢朱古力 我近十多年就喜欢吃 小时候就很不喜欢吃朱古力 喜欢那种質感 好像是 不知为什么 以前吃的朱古力 常常是融化 不知为什么 对啊 对啊 所以吃到嘴里就会 嘴嘴 你小时候一定没有吃M&M 对啊 只用在口不用在口 对啊 吃小食 真是很老实说 那接着这几年 也流行吃黑朱古力等等 那些吃不太好 对啊 不过 司会妹又做过一些报告 又说了一些东西给大家听 对啊 没错 挺令人害怕的 是啊 那他们测试了29款朱古力 出来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可能 其实 出来竟然说 如果你吃得多 会中毒啊 对啊 对啊 然后一看到 不是吧 对啊 很多都是外国牌子 对啊 对啊 我每次很喜欢去 例如马沙 特地找一些 不是很大路的牌子 都是外国的 那我就想着 可能是正宗一点 试试不同的 国家 那些朱古力的口味 但是 谁知道 看出来 真的那个 都挺令人害怕的 因为他说 有一些 叫做 含重金属 超标 是的 他测试了29款的朱古力 是的 是 超标 还有一个牌子 是 是 他说的 超标 是来自日本的 嗯 嗯 刚才拿了一盒 是的 很多人都买的 所以其实也是 是的 但是超过40%多 是的 但是也不够超过欧盟上限的17% 我想大家的对比也要留心的 当然了 刚才你说的日本的朱古力是超出了营养标签的幅度等等 那些有差不多成四成多 但是有一款就是意大利的朱古力 那因为 是的 欧盟的标准 这个都是大家都经常都会谈及的 你的营养标签或者其他的标准 因为他测试 当然叫黑朱古力都说要差不多成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的 才叫做dark chocolate 是的 是的 没错了 所以就这个款式大家要留心 其实就真的是 你也想不到最出名吃这个朱古力的比利是 都是这样 是的 是的 不过就是 怎么说好呢 你说那些叫做所谓 重金属呢 都没有办法 那个环境的污染 可南 都真的 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 有时你会留意得到那些报道 这个又说超标重金属 那个又说超标重金属 都是跟我们的环境 那些泥土 清水关 是的 是的 那长期吃就会损害 当然 那这样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脂肪那样东西 除了是金属之外 不过这样 吃得朱古力 都无可避免 是不是 无可避免 是不是 就是那个脂肪 或者那个糖 你都觉得是多的了 不过你会感觉到 或者糖 也可以选择一下 是的 但是你会觉得黑朱古力 应该没有那么健康 对 相对比较健康一点 不过 是的 如果你看回 我想这个也是跟他们的陈述 都当然非常之有关系 是不是 因为他说明 可能那个脂肪含量是怎么样 但是就各自都有不同的超标 这样 是啊 这点 甚至认输 到底是否真的 真的 对 就是这个 我想大家 心承认 一定要很想 才能 因为他说那个上限有些是超过 总脂肪超过两成多 有些那个把和脂肪最厉害的 是超过一百二十九十多 十多 百分之八 其实也很夸张 对不对 我还记得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公司一定要我减肥 他说不减肥就不帮我出点 所以我就无论如何 用了这些最极致的方法来减肥 又绝食 接着吃得很少 每天只吃菜和粥水 接着到了真的出道了 也有运动 所以我常常处于一个好云 又不是那么开心的状态 但是已经出道了 接着就很忙工作 宣传工作 你知道其实唱歌也要用戏 当然了 个人好像没有力 还要用戏 有时真的很辛苦 我记得每次我出去做事 我一定会带着一瓶的黑巧克力 我一觉得自己有点单单的 或者真的要醒的时候 它就是我的能量之源 是 立即拍两粒 对明白 真的这个很重要 真的找命博 我觉得你当时就是 还有当时有说过 黑巧克力是可以令到你的脂肪 没有那么快处存 或者帮助减肥 黑巧克力是真的有很多好处的 不过当然其实是超级食物的其中一种 看看你吃多少 司会会提醒大家 总之吃巧克力也是要适可而止的 成人的上限来说 每个星期不应该超过100盒 100盒很少 是的 我现在手上拿着了一条 Julic chocolate bar 是的 因为最近这几个很棒 我之前在新加坡吃过 这个有少一半糖分 那这个 是真诚实还是假的事 是的 所以这些真的要大家留心 它是分开两个 它是40克 一条Julic bar 40克 这么长 大家在街上买到 即是说你一个星期 大概两条左右 哇 很少 我吃一排的KitKat 那些都不止 对 你吃了停不了口 扔都扔完了 对不对 真的要忍一下 忍一下才行 但是黑巧克力 其实一向以来 尤其是刚才你说 是减肥 甚至抗氧化等等 那些 都是一个非常 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是的 有些人的说法 就是那些营养的 营养师 或者一些文章里面 其实之前也有说的 它在这个含糖量方面 它相对 如果是比起那些 牛奶巧克力 白巧克力 相对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吃下去 就是苦劫 苦劫一点 是的 我小时候不可以的 是的 我觉得很苦 我儿子也不喜欢吃 吃巧克力 对 那个人大大一下 去到一个Asia 突然之间又会 你喜欢咖啡 巧克力 这些苦的东西 对 对 所以我们方为人上人 没错 苦瓜也是这么说 是吧 何方喝巧克力 马上要喝五青汁 是的 吃得咸苦多 所以都觉得这些 反而有一种甘甜 吃下去 虎劫 但是吃完之后有些甘 好像跟人生一样 但是有好处的 当然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 就是 稳稳的时候 吃粒朱古力 整 对 给你有一种 少少的能量 有一些饱肤的感觉 开心一点 是的 另外开心一点 抑制食欲 减肥 燃烧卡路里 你说得对的 可以平均我们的血糖 降血压 胆固醇 抗氧化 抗衰老 哇 很棒 其实也有抗抑郁 这样 又有那些 magnaxium 那些美的元素 又有促进 有些多酚 是的 所以这件事 你是真的 刚才你说的 完全中的 尤其是你减肥当年 减得这么辛苦 是不是 大哥 真是 给一点点甜头 是吧 给一点点能量 哇 真是绝食 陰功诸 如果不是你一边拍摄 即是你对着相机 其实你已经累到眼睛 都对不到焦 但是 拍摄出来很臭 你真是很厉害 你那时候熬了多久 你这样减肥减肥 真的很短时间减肥 我由120多 130 减肥到10多 半年左右 半年都是维持一个这样的 食育 真的惨 我有一个星期 是完全切除所有的盐 嗯 因为那个方法 是不可以 女种 多过一个 不是 是因为你的体重 会跌到一个位置 就停住了 是的 我就停了在110多 之后就下不了 这个叫做高元期 是的 然后我就上网搜索 原来当你要对付这些高元期 你就要用一个再极致一点的方法 那我就直接切了盐 也切了糖 当然 是 只是白杂菜 和这个粥水 然后呢 所有的糖和盐都不吃 突然之间一下子 你要多喝点水 嗯 然后就排了水 嗯 就可以落到10多 哇 真的 你还要这么高 你不是这样 真的 找命 不过 哎 每个女人为了减肥 就曾经都经历过 这些 那时候胃出道 很努力 我的梦想 是啊 是啊 但是 身体的健康搞坏了 真的很麻烦 也是真的 幸好现在有 这么多 我想就是 营养健康 减肥等等的资讯 有很多都是告诉你 现在 不行的 你减肥真的要吃东西 或者你要其他的方法 要你的脂肪锻炼你的肌肉等等 但是说回黑巧克力 刚才就说了很多好处 是不是可能 很多我还没想过 它那个抗氧化是比那些超级食物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说 是啊 如果你想抗衰老 偶尔吃黑巧克力 甚至之前有些人都说 比如喝红酒都有抗氧化的 是的 的作用 不过不是叫你整支喝完 因为一支过都 对不对 那你方讲没有理由 对 不要给一个抗氧化 哇 抗氧化 那我又喝多一点 吃多一点 其实真的 每个东西都要吃开而止 所以呢 是 其实黑巧克力 都有它的不好处 或者禁忌 甚至是副作用等等 说明是巧克力 百分之七十的percent 的巧克力的含量 也好 85也好 其实吃得多都一样是会肥的 是啊 没办法 是啊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粒 充满脂肪成分的东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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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百克就有五百多卡的卡路里 糖分是百分之十点七的 就是如果每一百克的话 不是小的 其实都 就是吃 虽然我没见过它那个果实 真的 我只见到那个大过的可可果 是啊 然后你就知道我要切开它 就好像咖啡豆 你拿了它的种子出来 那就要去烦焙 烦焙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有一部分的脂肪是可以炭化的 但是依然保留着大部分 你想象就好像那些花生 为什麽可以做到花生油 就是因为它里面充满脂肪 所以为什麽可可知就是这样 是啊 还有一个消费会的报告都发现 其实有时候告诉你 那些黑猪力 有什麽85% 70% 但是他们检查了出来 就发现其实有部分的都明不符实 不过也有解释 就可能是因为刚才你说的 都需要一个烘焙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将它的含量 就是那个朱古力荷的含量 就减少了 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说煮之前和烘焙之后 对了 就出现了那个落差的情况 总之记住吃得多都会肥 而且其实都是一样有咖啡因的 那所以呢 是啊 我先生经常说 吃完朱古力 他晚上会睡不着 因为太hyper 对了 令到你吃完之后 会有这种的状况 所以呢 好像你现在这样 这个的话 你就真的要注意了 甚至乎是 我也没有一点戒口 朱古力我少吃了 但是我奶茶也是喝的 咖啡我也是喝的 但是我就会限制自己 每一天只可以喝一杯 如果我今天喝了奶茶 就不要再喝咖啡了 喝了咖啡就不要再喝奶茶了 或者吃朱古力 这些也是 是的 是 暴雨前 就是喂奶之前三个小时 那 就食用 如果不是的话 就避免那些可可简 就会滲入了母乳那里 是的 你吃什么 BB吃什么 可能会出现这个 就是这个 搞得咖啡就睡不着 是的 是的 当然 寵物也不吃朱古力 我想这个大家都 是的 狗是绝对不可以吃的 是的 不行的 会令到它死的 另外 腎病 腎壮 是 要小心一点 你有那个叫什么 胃酸倒流的情况 是的 要注意 那 太小时 能否让它吃好呢 其实也真的是 真的 不知道 是的 但是小时多数 为什么朱古力 现在可能在广告 充斥着 洗了我们脑 就觉得小孩 是应该要吃朱古力 是的 而且他们一吃了 反过来 觉得哇 好吃 而且越来越害怕 是的 但是原来这里的营养的营养师 就提醒大家 黑朱古力里面 原来说它有微量的草酸 所以他们不建议 一岁到三岁的小朋友 是吃的 他说八岁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代謝 因为有咖啡因 他说代謝咖啡因的速度 相对比较慢一点 所以也有额外的糖 脂肪等等 所以这方面 真的要留心一点 小心一点 不过小孩很少喜欢吃 黑朱古力 刚才你都已经 是的 我的儿子是 是的 它的朱古力味 很好吃 是的 不好吃 有些冰淇淋 冰淇淋 黑朱古力 我买个Goudiva 给他 但他也不喜欢 是的 所以可能到他大一点 他反而小时候 就喜欢吃甜 牛奶朱古力 牛奶朱古力 也要留意 消费会也有提到报告 其实一样的糖 就是脂肪的含量 白朱古力 也不要以为是朱古力 不是朱古力 其实是牛奶加糖 是 再加粟胶 最多化学成分 可以说是白朱力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可以这样说 是的 所以吃朱古力 也要留意 一个星期不可以超过100克 真的 隐隐喉 隐隐喉才行 OK这个时间 不如休息一会 回来 吃就不要吃那么多 我们听去听一下 好啊好啊 听一下蔚蓝唱这首歌 这首歌 超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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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约的